哈喽大家好我是俊 今天的单口相声呢 今天的视频呢想给大家分享几个我最喜欢的YouTube学习博主 说之前呢想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不推荐翻墙软件 所以呢也请大家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了非常感谢大家了 然后B站呢其实也有好多搬运的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在B站其实是一样可以看那个YouTube视频的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也请你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呢点赞投币收藏多发弹幕和评论非常感谢大家了 那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一位博主呢就是Ruby 他的YouTube账号是Ruby Granger 他呢也是我最早关注的学习博主之一吧 他的视频呢就是主要是完美的诠释了什么是一直学习 我说的是真的一直学习 比如说呢像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 再比如说像这样 再比如说像这样 都鬼畜了看看 再比如说像这样 即使周六都在家学习 他把给我的感觉就像一台学习泳动机一样 所以说他的视频风格也是特别的朴实 就是坐在桌子前面学习 就是干了 所以说你如果在他的视频里面看到比如说什么 11小时学习啦 12小时学习啦 13小时学习啦 14小时学习啦 15小时学习啦 当然这种境界我是做不到了 他呢感觉有一点点像Emma Wilson的感觉 因为我本人也特别喜欢Emma 所以我对他也就是特别有好感 然后呢他呢其实也是那个哈利波特迷 他本人也非常喜欢赫敏 所以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都受了那个Emma的影响吧 对了再多说一句 我还特别喜欢那个Natalie Portman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演那个那个杀手 诶 还是 这个杀手不太冷 还是那个杀手不太冷 我太蠢了我 就是演那个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那个小女孩儿的 然后还有只有还演过那个黑鲜鹅 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 然后呢再说回这个Ruby来 他最新的状态是 他被那个阿克萨特大学录取了 我认为我做错了 我认为我做错了 我的这种状态是 我认为我认为我突然遵徒 我认为我认为我可以回到现在的乘客 可以到现在的乘客 我认为我像到后来的八天 我认为那种既习有机架 我认为我认为我可以进入了 再次zo习惯 这样子 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 如果有人长连做这一88 那麽我认为我认为 如果我会有个人 就是我觉得他那个看待问题的那个角度还是比较稀奇的 所以就虽然被拒绝了 我觉得他就是心态把调整的还挺好的 然后第二位呢 我想推荐的是就是比较少有的难学习博主 就是一般来说 我觉得像是就是谈论学习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男生特别少 然后所以可能就是说看到一个就是男生在谈论学习吧 我就感觉比较亲切 然后呢这个学习博主他的YouTube账号是那个John Fish 他应该不算是一个就是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认识的 比如说像Ruby还有等会儿 我们要给大家推荐那个Mariana 然后他可能是属于近一段时间吧 然后粉丝增长的特别多 然后呢这个John Fish呢 他是这个哈佛的学霸 我最早其实看他视频就是看那个 我看一下那个题目叫 The Day in the Life of Harvard Computer Science Student 看的是这个视频 这个呢也是他就是播放量最高的一个视频 很多人那个看YouTube的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视频 然后关注他认识他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视频 他呢是那个哈佛大学应该是大一的学生吧 我记得是 大家好像就是一开始都是一个那个词书的 And I'm a Harvard student I'm a freshman studying computer science And this video is going to be a day in my life And the first thing we're doing today It's about 7.30am I'm gonna go grab some breakfast 所以呢你就会感觉啊 这种学校真的是就是跟我们这种普通的学校真的是不一样 然后再来呢我觉得他的视频也就是很好地展现了 他的一天吧 就是哈佛的这个学生到底是怎么度过一天的 我觉得呢就是除了能满足大家的这个好奇心之外 还能就是给我们一些启示吧 他就属于那种就是能把自己的一天安排的特别好的那种 然后特别有规划 然后以前的效率也特别的高 然后呢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他每天早上都会做那个一天的计划 然后呢他可能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格式走的 我觉得他分的这个类别啊 比如说这个时间表啊 然后这个今天的目标啊 等等一系列的 我觉得他规划的跟分的都挺好的 就可能是比较适合他自己的吧 我感觉到你们到了一天的计划 什么我可能会看计划的 这就是我的计划的 你又有练习 你先起来 我去度上去 去去误明 去计划 去学校 去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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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的目标 我目标 是一号目标 是要去讯明 九十分钟 我已经有之前 写了 我可以讯入 I want to film this video, the cover on that bad boy 挺好看的哈 噢不对不对,我不是应该在看这个视频 我应该给大家介绍是吧 就是一不小心就陷入这个看视频的这个愉悦中 然后呢我感觉就是他还有一点比较好的 就是说他除了有这种比如说一天的视频之外 他其他的那个视频质量也都特别高 比如说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看的 他有一个英文视频叫reading a book a week is changing my life 讲的就是说他20周然后每周读一本书之后对他生活产生的影响 然后再比如说有一个视频叫那个how I got into Harvard 分享的就是他申请哈佛大学的一些经历吧 我其实挺喜欢他这些经验类啊 然后还有学习方法类的这些视频的 因为他呢这个做这些视频就是纯靠说话 然后呢来组成这个视频 然后所以说他的表达能力啊 还有我觉得思考那个深度啊都挺不错的 还有思考的那个这个角度啊 我觉得都挺好的 而且呢你听他说话就有一种逻辑特别清楚 而且就是很踏实的这种感觉 再比如说这一期他讲的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寻找到热情 我觉得也就是说的挺好的 然后呢我觉得他有一点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那个矫正牙齿啊 他说话的时候就那个那个上面的牙然后会一直露出来 然后就是也不动然后就特别可爱我觉得就像那个小兔子一样 我觉得就特别有意思 再比如说呢这一期他呃就是讲的就是怎么能借掉手机 然后我觉得说的也不错就是如果你有这个需要或者想看的话 你也可以在B站搜一下 我们看是不是特别可爱他说话的时候 所以呢我真的是特别推荐这位呃男博主张菲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B站搜索一下他的名字啊 然后呢就可以找到他的呃视频了然后真的是强烈强烈推荐好 然后第三位呢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然后我之前呃在我的视频里面就是也就是学习的时候 然后也看过他的视频呃就是剑桥美女Holly小姐姐 然后他的YouTube账号是Holly Gabrielle 呃毕竟大家其实都是喜欢看那个颜值高 然后学习好的小姐姐的嘿嘿嘿 我一度呢就觉得那个Holly他就是长得特别像小仙女 然后就长得特别鲜然后长得特别美的那种 不是鲜美啊是鲜和美 然后呢和前面呃我推荐的那两位相比呢 我觉得Holly的视频呃就是多了很多怎么讲就是生活的气息吧 因为他就是除了有呃比如说study with me这种呃就是拍摄自己学习的这个内容之外 然后呢他还有好多类似于比如说饮食健康啊啊然后那个room tour啊呃那个晚间早晚间的那个流程啊等等就是这样的内容 当然了作为剑桥学霸对他是剑桥的呃然后呢学习是肯定必不可少的 他有很多比如说12小时学习啊啊然后这样的视频 最近就是我看他的就是有一个他准备期末考试的那个视频 当时我就想哇学霸真不愧是学霸就是特别会学习的这种 所以就是看他视频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学习比较有方法的那种吧 就是能念到这种学校的就是他不是单纯的努力学习的那种感觉 像比如说这也他也就是有他在吃什么啊我觉得也是比较日常生活 对就是没有这一期辈的内容就是他是比较混合的这种 During my exams I would make overnight oats to listen to Right ready close your eyes 然后他是他吃草的那个声音然后因为他是那个素食 他是那个素食主义所以呃反正没见过他吃过肉就是一直是吃素的 I just found that so funny when I was editing and I thought it would just be a little something for you guys to laugh at if you're still doing exams just to put a smile on your face anyway I ate my dinner yes and when it's time lapsed it look 然后就是其实我就是特别喜欢他的一点就是他在那个视频里面就是展现出那个状态 我觉得就是特别自然的就是他对着镜头特别放松 比如说呢就是最近他还有一个就是他查那个就是就是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这个视频之后 就是他准备这个期末考试呃之后然后有一个查成绩的然后一个视频那个视频里面他也特别可爱 BIC oh 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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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I have to calculate it why can't they just calculate my overall mark for me oh my god ok oh I'm so happy, I'm really happy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没觉得反应 Oh, I haven't even told you, haven't I? 就是她我觉得就是特别自然,那种 妈 然后最后一位推荐的呢,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然后也很熟悉的Marianna小姐姐了 然后Youtube她的账号是Marianna.connor 然后她的视频吧,总结下来就是一个字,精致 她的视频吧,总结下来就是两个字,精致 她应该是我看过就是这么多学习博主里面最精致了吧 而且呢,她就是每一个视频做的都很用心 不论是从那个内容上面啊,然后还是就制作上 然后还有拍摄,包括就是她视频里面呈现出来的这些东西啊 或者说这些文具啊,然后书本啊 我觉得画面拍出来整个都特别好看 然后颜色上面也是就是比较精心的,就是设计过的这种感觉吧 她的视频就是基本上没有,就是像刚才Ruby那种 或者那个Holly那种,就是study with me这样的内容 她基本上不拍这样的内容 大部分呢都是涉及到比如说学习方法呀 然后笔记的方法呀 然后就是一种学习规划的那个方式啊 还有手杖,就是这一类比较实用的这一类的内容 因为就是我个人对笔记还有手杖的兴趣不是特别大吧 所以她这一类的视频我整体看的还是比较少的 就是手杖这一类的 然后呢,第一个给大家推荐呢 就是视频的名字呢 就是the best, fattest, note-taking method 然后她的这个视频,这一期视频吧 我觉得就基本上是手把手 然后教你就是她的一些笔记方法 所以我觉得说的也特别的清楚 然后她的这个视频确实 就是我觉得比较能就是治愈强迫症的这种 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写的也很整齐吧 然后再来呢,她除了有这些比如说计笔记的这些视频之外呢 她还有一些就是学习方法上的视频 比如说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 就是还有一个视频 她讲的是就是她是如何得到权优的 这个成绩的就是她讲的是思维导图 然后这一块我觉得讲的也是非常的清楚 就是她的视频其实每一个都不是特别的长 但是她就是能把事情说清楚 然后很简洁,画面很漂亮 这个制作很好,这个基本就是她视频的一个特点吧 反正就是她这个视频还是比较适合女生看的 我觉得女生看完之后可能会心花怒放 然后这个什么新潮澎湃 然后就赶着去买一些文具 然后呢,再有一期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她讲这个文具 就是这一期那个荧光笔,然后这一期 这一期做的什么真的是很让人舒服 就是这画面上的感觉 就是特别的漂亮 这回终于可以说我有同款了是吧 我有一对斑马的荧光笔 然后这个牌子的笔其实也有人推荐我去买 但是因为我的荧光笔有点多 所以等我用完了之后再看看 好,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差不多就到这吧 然后呢,视频的最后呢,我还特别想感谢一下 就是在B站帮忙搬运那个YouTube视频的这些up主 然后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有的时候还要做字幕 因为做字幕确实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然后我呢,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喜欢上这四位博主 喜欢上他们的视频 当然了也要喜欢我和喜欢我的视频 因为呢,我这一段更新也是特别不稳定 因为非常忙 然后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就是一直对我的支持 然后我的更新速度就是说实话确实算不上快 但是呢,就是每一期我绝对是用心去做 然后呢,也请大家多多谅解吧 好,然后呢,今天呢,就说到这吧 然后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下一次应该就是又是一个study with me了 然后我下周录,我下周就发 大家不要着急啊,拜拜 拜拜